有要進一步的打算嗎 你說結婚嗎 對啊 其實我現在 我們是慢慢往這個目標前進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還在存錢 還沒有存夠這樣子 你就要存到多少才可以存錢 他說他有個目標 我有個目標啦 天啊 多少 可能跟你老公一樣有錢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有多少錢 怎麼可能啊 你就知道嗎 我不管賺的啊 什麼 所以你的目標是 代多少可以透露嗎 幾位數 我覺得要 然後九位數 好快喔 一有 一有 那假的 那你好貪心喔 你根本就是不想娶她嘛 不是 我不想 那你們是同居 兩年吧 兩年 差不多兩年 但我們在一起三年半 所以我們一開始 其實是各住各的家的 當時決定要同居是誰決定的 那時候是 我在內湖有一個房子 然後他偶爾會來住 可是剛好 那個房子我本來就是買來投資用 然後有賺到一點錢 他把它賣掉 那我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找到下一個買的地方 我就說那我們不然就住在一起 是你提出的 對 他邀約我同居的 邀約我 所以你是立刻就答應 還是說你說有考慮 沒有 因為我很不喜歡搬家的一個人 所以我原本就是一直想說就拖時間 繼續住在我原本自己租的房子裡 因為有時候吵架的話 我們還可以各自回各自的家 就不用見到面 所以我好像還拖 他已經住進那個房子了 我還拖了差不多一個多月吧 對 然後那時候他有一天 他就很生氣的跟我說 你什麼意思啊 我都已經住在這裡面了 然後你一直說要搬東西 搬搬搬搬 搬到現在還沒搬 大家說我沒有誠意 跟他一起 你是不是覺得很沒面子 就是你已經開口邀約他了 然後他一直死 住在你面 然後他還遲遲在那邊 但其實我應該就是懶得搬家而已 然後被他一罵以後 我就好好好 就開始快速的搬到他家 就開始同居 所以現在 你有後悔要約他同居嗎 其實沒有耶 我覺得同居還不錯 好啊 好啊 會獲得一個免費的女優 你是女優的角色嗎 因為我其實喜歡做家事 因為我不放心他 誰會喜歡做家事 我真的可以耶 沒有吧 都是阿妹在 屁啊 真的啊 他哥哥 我弟 我跟我弟以前做的時候 也是我在做家事 沒有 他說都是 他在伺候你們啊 沒有 他騙你的 沒有 我生出路了 我相信阿妹是會做家務的人 他很會做菜 然後會做家務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後 做家務的就是我了 可是你是覺得說 倒楣輪到你 還是說我好喜歡做家務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人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說 應該是一人一半做家務的時間 分配的 但是後面我體諒到 他工作真的很忙 然後以及他有的時候 會想表現一下 想說都是平常都我在洗碗 他可能有時候想說 做一下樣子 偶爾洗個兩個杯子 然後要我誇獎他這樣子 然後他洗完了以後 我一去看 就是沒有洗乾淨 就是會有那種杯子上面 因為女生會擦口紅 口紅嗎 還用這個吹 天啊 他就是衝兩下 硬翹 我最討厭那種杯口 你知道那個杯緣 是最髒的 一定要一直這樣重複這樣 所以我後面就覺得 他就是沒有辦法 而且你是牙醫嗎 對 你牙醫應該對就是潔白 是一個很追求潔白 你怎麼有口硬 沒有 他說我不太會喜歡 把時間花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以前自己住的時候 我都會請一個阿姨 來幫我打掃 然後他會把所有杯子洗好 然後紅酒杯洗乾淨 擦乾淨 可是阿姨多久來一次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來一次 所以就一個禮拜 吃完就放 就放在 對 他衣服也都是阿姨在洗 你看到他在做家屋的時候 你看到他那個背影 你不會覺得很想要叫他一聲 阿姨嗎 阿姨 你不用趕緊說是阿姨 所以我是要跟我同居 他很開心 因為阿姨的錢就省了 OK 也沒有省到 因為你是從別的地方拿回來 沒有 妳好 現在其實也是看他 平常有時候 做家務很多 很忙 我也會盡量幫忙這樣子 但可能幫不上 只是不乾淨而已 乾淨這樣子 贊妳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我反正就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點 因為剛剛是家務室嘛 第二點會加速分手的 習慣 是衛生習慣不佳 這個應該很容易發生吧 對啊 很容易 他是潔癖吧 我覺得 沒有 他看起來就是潔癖臉啊 我也是這樣子以為 然後住在一起以後 我才嚇到 而且他是牙醫耶 其實我是真的有點潔癖 什麼 利益性感 壓軸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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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舉例嗎 沒有啊 我也是很喜歡 家裡乾乾淨淨的 就是有阿姨乾淨淨的 但是有別人 沒有 沒有 我跟他住在一起以後 我才發現他就是那種 吃飯 可能吃一餐 他可以用掉半包衛生紙 很愛一支擦 一支 擦嘴巴嗎 對 就是擦完嘴巴一次 他就丟一張 擦完就丟一張 因為他自己很愛乾淨 那就是潔癖 他身上不能髒 不是 你擦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折起來 然後再擦 再擦沒有 他沒辦法 那這樣不是 不是衛生習慣不佳 是浪費的 很浪費 很浪費之外 所以你就是抽起來 直接這樣擦喔 你不折 他就是抽完擦 擦完折 就是揉就丟桌上 那你上大號的時候 你也是直接抽 然後就直接這樣擦 你也不會先折嗎 不會喔 你不折的那個 可是他會進場後 你還會 你會 你會把握位 所以你會把握位 你當然不要插手 他手會使握位 他會啦 因為他那個要折成這樣 再對折 對折 怎麼辦 後會折 他後會折 但是 那衝馬桶呢 衝馬桶會蓋馬桶蓋嗎 會 這樣很重要 因為很多男生都不會 不會 你哪會蓋馬桶蓋 做人設 來 吵起來 蓋馬桶蓋 你說要衝之前把它蓋下 不會 男生沒有這個習慣的 那他尿尿的時候 會不會把那個坐墊 這個會 掀起來一定會 但是我是要坐著尿 對 就是有些男生會 坐墊不掀起來 然後就尿 然後就是一定會 撒在坐墊的上面 然後半夜的女生去 坐著的時候就 就會坐到尿 怎麼是濕的 對啊 他那時候站著尿尿 我就說 你說我會站著尿尿 他說 怎麼了嗎 對啊 怎麼了嗎 男生的尿尿 怎麼了嗎 你還要聽藥學的怎麼了嗎 這是常識吧 我料錯了嗎 對啊 我這輩子30年 我都做錯了是不是 對 我好像 我猜我自己 對 我就覺得 我怎麼料得準 你會懷疑自己對不對 對啊 我做過去是怎麼了嗎 我 我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嗎 就是 我自己站著尿尿 我照他做 傻眼 然後很驚訝 就很驚訝 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好髒喔 我好誤會 好誤會 我一直讓細菌 你從馬頭噴出來 怎麼會 對 就覺得很自責是不是 對 就覺得 因為他的反應 讓我覺得 好 好不好 因為他曖昧的時候 我去他家 我有看過他做的尿過了 一兩次 然後後來他來我家有一次 他就站著尿 我想說 你怎麼站著尿尿 他就說 我一直站著尿尿 我說沒有啊 我有看過你做的尿 他說 因為上次是你剛上完 然後我就跟著你做的尿 我說 所以你不是本來就做的尿嗎 你不是有三個姐姐嗎 他說 沒有啊 我一直都是站著尿尿 然後也不蓋馬桶 蓋沖水這樣 我就崩潰 可是一般男人好像都是 站著尿 站著尿 但是要把那個女生 那個作品 對 要擦乾淨 不要擦乾淨 自己噴出去 沒有 它沒有 我們會直接擦乾淨 沒有 都沒有 你去買那個馬桶芳香凝膠 有一種不是會黏出小花 或黏出熊熊的頭嗎 有一次我就一口氣買了五瓶 把所有馬桶都黏小花 因為男生尿尿 喜歡這樣撒 然後我就說 尿尿到小花了 然後後來他就會一直 尿在中間那個水域 避開小花 那不會尿 你又突然說 尿尿好醉的 尿尿好醉的 你都不要等很久 我就會這樣一直去誇張 我覺得依依可以去做那個 婚姻諮商 對 是好嫁 對啊 又是一個小撇步 我買了五瓶 我把整個馬桶黏滿 那馬桶 他能尿的就是只有一箱 他可以很準 尿法新尿 沒有沒有感覺 好會喔 沒有很緊 他就不會吵架了 我發現 女生洗完澡的時候 你都會讓地板保持是乾淨 因為我們洗完出來濕濕的 你會站在那個地墊上面擦身體 因為不喜歡濕濕 其他濕濕的感覺 但是他洗完澡 永遠洗完澡出來 我也有擺一個那個地墊 但是他永遠洗完 我一開門進去的時候 哇 裡面跟煙水一樣 那不是跟他洗狗一樣嗎 絕對 因為以前我們家狗洗完之後 就立刻跳下來就 然後就整個地板 全部都是濕的 他也是有辦法洗完 然後地板就是很濕 我甚至懷疑 他是不是直接跨過那個地墊 濕不踩地墊 沒有 那很容易滑倒 所以為什麼 我怎麼喜歡找地板濕的 夏天我不喜歡把 那個身體擦得太乾 因為太乾 這吹得好像涼 涼不涼對不對 太熱了 然後我就想要站在那個窗邊 這樣自然風乾一下 就是 這是什麼一個奇怪的堅持 所以你是 算浪漫喔 沖完之後半濕 然後踩過地墊 然後再踩到地板上 然後走到窗戶那邊 然後站在那邊吹風 半裸體嗎 我要半裸體 享受一下 然後 林泰這樣子 哪裡 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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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林泰 我叫我去清理廁所耶 所以這個我在改啦 我已經很努力在改 我現在走出來 我只要地上沾濕了 我就回頭把它擦乾一下 OK 衛生習慣已經有開始出現分歧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NG行為是 水電房租分配不均 這個 這個有可能出現在 年輕的情侶擋身上 你們是 有評分嗎 對啊 我覺得這算是我主要啦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其實 應該大家都不會有太多 有空誰去繳就誰去繳 對啊 也不會去特別計較說 對 我一定要分 這錢 男生繳 我們比較主要房租是他付 但是一些雜資 水電什麼管理費什麼 就是我在付 就還是要讓男生感受到 我們女生有想幫忙負擔 不然男生就出去 就會跟兄弟抱怨說 我女朋友都不幫忙的 就會這樣 真的真的 因為他自己主動拿 他原本也有講說 他可以全部他出 但是他覺得如果 我想要出一些的話 他會覺得好像是 有一起在分擔 這個家的感覺 所以我就說 那當然沒問題 可是嫁務 就是你一個人在做啊 對 真的喔 可是因為我真的 其實我跟豆哥很像 我在家的時間超小 我每天在家 真的不到幾個小時 我回到家晚上十點 可能早上八九點 你要出門 所以你覺得那個水跟電 都是他在用 水跟電 他吹冷氣吹超兇的耶 因為他要風乾了 有沒有 沒有 也沒這樣吹啊 你是不是在那邊 還沒拚 要風到腳啊 對啊 都你在吹 你在那邊風乾 那沒關係 我來腳 很慘 不會啦 我可以幫忙腳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我們還好 所以真靈是你們兩個就是 就是誰有空誰就去繳 因為他可能都比較忙 反正拿到了 放在桌上 誰看到就去繳 那房租是誰繳 房租就一人一半 對啊 就很正常的一人一半 不會有任何問題 所以目前還不會 為這種事人吵架 不會 這個小小情 好 我們來看下一點 NG行為是 長時間埋在愛好中 譬如說愛打電動 就狂打電動 狂逛網拍就一直 然後都不理另外一半 這一點我真的要抱怨一下 你跟他一起說 終於會了 對 終於會了 來到了 輪到我了 因為他在家的時間比較長 但我很久以前就有聽他 我們剛剛交往的時候 他就有說 他其實很喜歡打電動 我是喜歡打電動 但我不知道那個喜好程度 到什麼程度 然後反正前陣子 就是有一個很紅的電動 電玩遊戲叫薩爾達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買薩爾達給我 我說可以啊 那沒多少錢就買給你 他說你先想清楚 因為我 我如果開始打的話 我會很全力再打 會很可怕 很可怕 就是他在床很多關 他會很認真的破關 對 他就是你要打到最後的 他會很認真的破關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反正你在家 如果沒有去工作什麼 你就打 沒關係 我講完那句話我就後悔了 因為我後來買給他之後 我每天回到家 下班回到家 一開門 就是薩爾達 坐在薩爾達 薩爾達 這樣 然後我都很傻眼 然後那一陣子就發現家裡的家務 家務都沒人做 所以碗盤越疊越高 就是堆積比較多天才去洗 好啊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因為他真的太沉迷 然後他有時候會打到 凌晨三四點 不睡覺 不睡覺 我覺得這個會影響我的 作息的時間 那我本來 那他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客廳打嗎 所以我們後來分房睡 因為薩爾達的關係 薩爾達 薩爾達的關係 才同居就分房睡了 因為我大概都要十二點一點 我一定要睡覺 因為我早上可能早要出門 而且他是很淺眠的人 如果我比較晚進去 他就會被我吵醒 我只要有一點點光 我就會睡不著 我甚至 以前我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那個冷氣啊 在開中 不是有一個光 有一個光 我會用腳帶把它填 上次擠住你也會不行 都怪不得 我真的要全暗 我住了好猛 就是要全暗 我才會睡得著 那你為什麼 不要直接戴眼罩就好了 對啊 戴眼罩不舒服 而且夏天很熱 而且他很敏感 就是像他比較早睡 我比較晚睡 但一開始我會故意 為了配合他 好的 就一起早睡 但我就是睡不著 然後我就會蓋在棉被裡面 偷偷玩手機 跟我一樣 會啊 我眼睛都斜掉了 而且後來已經動作都非常的小 然後還開靜音 因為你不能有聲音嘛 我已經這麼偷偷囉 然後他還是會這樣子 推我一下說 你在用手機對不對 亮亮的 會透出來嗎 那個光 會 而且我背對他耶 就是我背對他 他還是感覺得 還是會啦 他很敏感 因為他這麼敏感 他連冷氣的那個燈都不行 所以我剛剛聽了 突然有點想要 因為他敢 而且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有兩三個朋友 他們分房睡 還是生小孩 對 還是有生小孩 因為你還是在家裡 你想要一起睡的時候 還是可以一起睡 好 然後那個國翔醫生 是完全無法發現 你女朋友有什麼變化是不是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什麼在在意 妳今天有什麼特別的事 像我以前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是連我妹妹頭 就是有瀏海 空氣瀏海那個時候 然後他那時候就 因為剛認識剛在一起 他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然後後面已經在一起了 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我這個髮型不好看 妳說空氣瀏海嗎 對 然後我有一天 我想說好 既然他覺得不好看 那我就把頭髮留成中分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樣子的瀏海 然後我回家以後 我以為他會發現 然後我回去我就跟他說 妳有沒有覺得 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看了我一眼說 有什麼不一樣嗎 本來是就很 然後分開插車是會很大的改變 他完全沒發現 然後就跟他說 妳沒有發現很大的改變 真的 那空氣都不知道用多久 對啊 以前瀏海多難過 然後我現在中分 這是很大的改變 結果他都沒有發現 妳露出額頭了耶 後面是我跟他講 他才發現的 然後發現之後有沒有說 好漂亮 漂亮很多 就是這種敷衍的語氣 好漂亮喔 因為被抓到了只好稱讚 所以妳除了頭髮很大的改變之外 還有什麼事是 譬如說身材的轉變 他會發現嗎 像指甲 因為我也有在做光療 它其實 指甲好難發現喔 對 指甲真的有說花花綠綠 但是對女生而言 因為指甲可能就是差不多一個月 你會換一次型的 對 如果是女朋友指甲 其實會發現 對啊 因為一個月換一次耶 顏色還是說上面有東西 就是不同的顏色啊 然後反視也會不一樣啊 會 好煩喔 你們 很煩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指甲 真的很不重要 我很討厭做指甲 真的假的 只是把它剪到最短就是 我的也是最短的光療 什麼都沒有 我不用光療 就好好讓它當正常的指甲 為什麼要光療 正常的指甲 對 但他就是 也不會看見這些小的細節 我覺得你 逼他連指甲都要發現 就有點太過分 但我跟你講 他是完全不在乎 沒有我的一些細節到喔 我們有的時候喔 一起就是有一次 他下班以後 他說要去看電影 所以他回家來載我 然後我上車以後 我就跟他講說 我準備要上車嘛 我跟他講 不好意思 我那個包包裡面 護唇膏忘了拿 他就說好 他等我 他要滑手機等我 我關了門 然後我上去拿完護唇膏 下來之後 為什麼 我想說奇怪 我就打給他 我說你人咧 然後他講說 對喔 他忘記了 他忘記了 我沒有想問 他忘記我了 所以你是什麼 就是聽到關門聲 你就覺得可以走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 跟我講那句話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聽進去 就是我以為他 所以你當時在幹嘛 我當時在想工作的事 牙醫還能想什麼 就是說那個人的牙齒好黃 然後我把他 在牙周病好難治療 因為我媽譬如說 可能某個病患的 案子比較難 然後可能回到家 或是下班之後 我還是會思考 這個案子要怎麼去處理之類 兩個人在車上 是不太可能忘記 因為就只有對方 對 可是我曾經 我曾經有一次是那個 我們全家一起在車上 然後我從 我要坐後座 我媽坐前座 然後我爸在開車 結果我爸聽到 畢醫生 我媽上車的關門聲之後 我還沒關門 他就走了 我爸就開走 然後我就 膽腳一直這樣 爸 爸 對 因為我爸聽到 畢醫生關門聲 他以為大家都上車 很多人會叫 我跳得超久 我覺得你爸是不是 故意要整你啊 我不知道 他就是啊 像我們有時候 也是在家裡看電視 因為我們會一起追劇 然後常常看一看 他追得了劇嗎 他腦中只有牙齒啊 可以 就我發現就是那種 可能懸疑的 殺人的 那種比較緊湊的 他就可以追得了 但有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會脫戲嘛 有劇情 有時候會比較淡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看一下他有沒有在看 然後我翻過去的時候 看他 明明電視在那 然後他就會有一種就是 錯位 對 失焦 然後很像中邪那種感覺 就是看一個遠方這樣 對 就是 對 因為他在想事情 他說那一顆牙齒 什麼時候要植進去 大概是用哪些鬥劇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 他是不是中邪還是什麼 我覺得有點可怕 後面我才跟他講說 你剛才在想什麼 他就說 他剛才在想牙齒的事情 我說你那樣子好可怕 好像中邪喔 你中邪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小牙齒 這樣跳一下跳 對 我還滿常夢到 但我還滿常夢到牙齒的 所以你真的熱愛這份工作耶 熱愛牙齒 他熱愛工作勝過我 沒有 我覺得我今天 牙齒要給他看了啦 比較工作狂 所以你至少會很在乎 他的牙齒吧 對 我很在乎 對 我的牙齒就是他 我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我就受不了他的牙齒 為什麼 我就立刻 受不了 對 沒有 我就覺得他整個人很OK 很漂亮 但是牙齒就是很不行 他那時候 我不記得他牙齒有怎麼樣 對啊 你看 你不要把我講得很糟 我也是原本的牙齒出道的 很黃嗎 好 這樣講大家會去掉畫面喔 你很狂的耶 會附連結喔 我不敢講話了 你這樣子人家會去找我 已經的照片 連結已經附上了 真的嗎 對 會有那個 前後的 你要是在講的 所以你怎麼會喜歡上一個 很黃又不省其的牙齒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他有很多 別的優點 就是蓋過他的牙齒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認識他 那時候還沒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有做影視媒 我有矯正 但是我矯正完就是想要做貼片 所以我那時候還沒有做貼片 然後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們也還沒有在一起 然後我們朋友就講說 那你就去給他看牙 就因為你如果讓他 都還沒有在一起 如果讓他看了牙 你的牙 如果他看完了 他還會喜歡你的話 這代表是真愛 對 那很赤裸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超赤裸 就給他看牙 而且還會有那種 撐開氣的 對 吹牙齒那種 所以後面 你還是選擇我了 因為你的優點 蓋過你的區域 瑕不掩瑜啦 謝謝喔 但你剛剛說了 我牙齒很多壞話 那現在已經好了 所以現在又整齒又擺 是你幫他弄的 對 現在貼片就是他用的 所以是在治療的當中 就已經愛上了彼此了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 剛治療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這男的講話好恐怖喔 就是因為他是牙醫 所以他講話其實 因為他對病患講話 都很溫柔 就是像他現在這樣 講話柔柔的 然後因為就在你耳邊嘛 然後他那時候 幫我看牙齒的時候 他都會看一看 他都會跟他助理講說 你們要幫我好好顧好 這個牙齒 這牙齒我以後要看一輩子 我們那時候 已經在一起了是不是 就是那時候 還沒 那時候還沒 天啊 牙醫師的撩妹語錄 對啊 我們那時候是 要做鐵片 但是當下我是 牙齒撐著牙齒 這樣吸口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 追求的語氣嗎 對 我跟做那個 齒摩的計時在溝通 它的形狀跟顏色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妳要認真做 因為我 那是我很能勾招的耶 我當時他看完以後 走出診所打給我朋友 我說他這樣講話 好像有點可怕耶 就是 不是 壓力有點太大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對 也覺得滿浪漫的 所以之後就開始交往了 對 之後就開始 就因為那句話嗎 他滿常講一些噁心的話 譬如說我們還有一次 去吃火鍋 去吃火鍋 然後火鍋不是 火鍋料在裡面 然後我就說 我很喜歡吃這個 譬如說水晶餃好了 然後我就找到 我只找到一顆 他就 他後來可能又用勺子去撈 撈到底下又有一顆 他就夾給我 我說 老師那個就怎麼了 大夫聽不下去了 你怎麼講得出來 對啊 這個就 是不是在捧自己啊 對啊 這個就噁心耶 好噁心 他都會這樣啊 就捧自己 或者是就是講一些 有的沒的 然後就全場吃火鍋 人筷子就停下來 就 你怎麼敢講啊 你是寶屋嗎 韓豬你聽到這種話 你會覺得很心動 有人跟你講過甜蜜的話嗎 沒有 我就是跟他們一起吃火鍋的 真的在他們旁邊 會覺得 你趕快結算 所以你耳朵兩個 那是水晶餃 火鍋在 對啊 你發現了嗎 為什麼韓豬 你人脈那麼廣啊 對 韓豬也會 怎麼場合都有他耶 對 就跟你說說我人脈 不是開玩笑的 我今天又帶了 我之後還帶了好幾個 又要來上節目了 你說帥哥美女嗎 對 是路人是不是 對 你從哪去 你到底真的 我們還要相信你嗎 你真的真的 你念什麼 人靈 沒有啊 就還是老話一句 竹姐人脈 值得信賴 韓豬也是我們的 竹反人 竹姐人脈 可是你們年紀 差那麼多耶 還好吧 也還好 而且因為就是我們的共同朋友 是一起的 我今天衣服瑤瑤還有一件 對 跟我妹撞衫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很多東西 就是給他們 我還特別找過是 Apple會有的 一定會讓卡特認不出來 妳現在叫我們 進行一個小遊戲嗎 那流程怎麼走下去 二十分了 好啊 好啊 我們兩個這麼火熱 妳幹嘛打入我們啊 還是我們遊戲的精神 好啦 好啦 就玩嘛 那麼想看這個遊戲喔 妳要一起吃好了 奇怪耶 比我們要進行下一個單元 妳還可以回來 真是的 好啦 我們現在進行 小遊戲好了啦 這邊有準備了很多 現場所有女生的身邊 貼身的小飾品 然後我們有一些小題目 要看對方到底有沒有發現說 這個到底是老婆 還是女朋友的東西 好 要找出來 國賢要不要先來挑戰一下 可以啊 第一個題目是 不管什麼時候出門 隨身一定要 Apple一定要攜帶在身上 這個東西 好 無時無刻都會帶的東西 應該就是每天都會看到啊 可是有兩個 我覺得有兩個 她一定會帶耶 一個是寶貝球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護唇膏 哪一支是她的 哪一支是她的 護唇膏每天擦 應該很容易認吧 可是她超多護唇膏的耶 應該是金色這個 有漏掉它嗎 有漏掉一個 請解答 所以她這兩個是答對的 這兩個是答對的 妳帶寶可夢精靈球要幹嘛 我有在玩寶可夢啊 妳有在玩寶可夢 對啊 我也有在玩寶可夢耶 我們可以當寶友 耶 好了啦 等一下 再給她一次機會 她說還錯過 還有一樣東西 還有一樣東西 一定會帶的 對 開運 稍微應該要帶吧 這個 那是什麼 因為它也是寶可夢的 開運金牌 每天都會帶那個 妳確定妳有帶嗎 我記得就是這兩個啊 不是寶可夢的那個金牌 妳看很重 沒有 那的東西是她每天都一定 眼睛會掃到的嗎 對 一定會看到 所以妳每天都會拿出來 把玩一下是不是 妳說的是帶出門還是 對 帶出門 帶出門喔 其實妳剛剛已經有點 差點一次要全部答對 那就這個啊 就是三個啊 對 兩支護唇膏都是妳的 兩支都是我的護唇膏 這也是很棒 現請請耶 成功耶 成功 好 老師 再挑戰一題 好 因為妳剛剛說 妳們會一起出去玩 對 那妳現在可以找得出來 妳們曾經一起出去旅遊 買過的紀念品 這個應該很容易吧 這很簡單啊 對啊 一定就她啦 這隻鯊魚 只有一樣嗎 還有 不是 太有叫聲了 不是 太有聲音了 有這幾樣可以提示嗎 我不知道 你找找看嘛 是妳們一起買的 對 她有幫妳選嗎 有 那她就一定記得啊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妳說的嗎 沒有 鯊魚夾是她的 我非常確定 但是這是旅遊的時候買的 這我老婆也有好不好 你很好選喔 你選好了沒啊 我覺得這個是她的 這看起來很像 你看我們旅遊買的 我什麼時候跟你去過迪士尼啦 記錯了啦 這就是迪士尼的啦 這超閉嘴的 這就開 這就尬掉了 尬掉了 你跟誰去迪士尼 你跟誰去迪士尼啊 旅遊說買的 兔子吧 兔子啊 就這兩個 我真的會殺人 這兩個 她答對了嗎 那個兔子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兔子是我的 兔子 你沒聽 妳沒聽 你沒聽到兔子 可惡 所以那個 你為什麼有這個印象 沒有 其實我沒有印象 我是剛剛聽到 有人在提示說 可是你為什麼記得鯊魚 鯊魚我很 我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你要不要說說鯊魚的故事 鯊魚的故事是 因為我們在那個 沖繩的美麗海水族館 然後我就逛了一圈之後 我就出來 因為我就覺得 那是浪費生命 你又浪費生命了 真的 因為我 我以前其實小時候 很喜歡買那些紀念品 但我後來發現 那根本都沒有用 因為你整理了一袋一袋 然後到最後搬家的時候 整袋都丟掉 對 所以他在逛 那個紀念品區的時候 我就 然後我就探一口氣 我就出去買一杯咖啡這樣 然後我在等他 然後還不爽 喝咖啡不會在那個牙齒上 留下汙漬嗎 要馬上漱口 我們很認真地刷 對 而且用清水漱口就可以 好 學習 然後後來呢 我就一直一直 那個打LINE的訊息給他 我說你到底 你好了沒有 到底好了沒有 那個不用買 那個真的都浪費錢 我真的覺得買那個很煩耶 真的很煩 而且都 而且那個地方都賣得特別貴 小垃圾 可是鯊魚很可愛 對啊 他還會叫 他後來就 他就 故意 這個我覺得他是故意氣我 他就是故意要買一個東西 你根本沒有喜歡鯊魚對不對 我喜歡 我就是買了一個以後 我就一直在他旁邊 一直 不管 我們後來開車 我覺得路上他就 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夠了沒 就是你買了就買了 不用在那邊一直炫耀這樣 不是炫耀 他是要氣你 因為你一直催他 因為我是一個 我去那個地方旅遊 像我去動物園 我也會想要買那個 北極熊的娃娃回家 但我也買不多 我就是一隻 因為我以後擺回家 我看到那個北極熊 我就會想到 我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像需要耶 對啊 人會漸漸失智 對啊 然後你照片 因為現在有時候 我會忘記我去過哪 不是 有照片嗎 不是 但因為照片 照片你幾萬張 你不可能去翻到那個時期 但是你東西擺在那 你掃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個鯊魚是去 那個美麗海水族館 然後那個北極熊 是去那個LA的那個動物園 你就會想到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我想要買這個 想要買那個 他就不準 所以變成我最後只好 抱著那個北極熊 拍一張照 假裝我擁有了 只能這樣 好可憐喔 所以我只好自己買這個鯊魚 然後回到車上 我就超不熟 我在那邊一直拔布拔布 其實我的概念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吊牌 你就把它擋住 你就這樣子拍個照 你走開啦 我拍一個照片 你走開啦 假裝有沒有過 有的時候就想說 有一個東西放在家裡嘛 手上捏捏捏啦 還在拍 還壓住吊牌 還在拍什麼 講得出來 往後面 我剛剛應該覺得你結帳了 你說 你跟誰去那個Disney的 Disney 學生 沒有 我只是印象 好像你有帶類似的東西 你別騙了 是誰 你是哪一個女朋友 帶這個東西 我忘了 真的 但我給你一個最終測驗 這個是 在他本人身上 哪一個東西 是他今天 其實是不屬於他的 不屬於他 如果這個都答不出來 就真的很尷尬 這個簡單 哪一個 這個簡單 好像沒有很簡單 這屬於他 因為這看起來 都很像他的 不屬於Apple的東西 這個搭配都很好 只有一樣嗎 還是有兩隻 我看到 你跳跳看 我就看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項鍊不是 項鍊不是他的 好厲害 項鍊不是你的嗎 對 不是我的 項鍊不是我的 真的假的 左邊的耳環 也不是你的 哪一邊的耳環 不是我的 左邊那個星星 不是你的 對 這不是我的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 還有喔 反而對身上的東西比較有記憶耶 因為他知道我的飾品 大概是哪一型 怎麼可能 上面這個不是你的 你說上面這一個 對 這個不是你的 上面 上面這個是皮卡丘 是我的 下面也是你的啊 這個我確定 對 這也是皮卡丘 也是我的 上面也是皮卡丘 也是我的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手鍊不是你的 它是髮衣嗎 對 它現在是不是開始隨便亂講 手鍊是我的 我那天買完還跟你說 我自己買了一條手鍊 很可愛 我的天啊 可是它猜中兩個 已經滿厲害了 還有一樣 這太難了 這兩個其中一個不是你的 就只剩那兩個了 哪一個 對 好像也是 哪一個不是你的 對 快點 這個 答對了 這不是我的 對 所以算OK啦 算OK啦 滿厲害的 對啊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 浪漫的存在了 還是很浪漫 每天都很浪漫啊 講一個浪漫的事 你們出門會互相親一下嗎 會 我們會 你們現在應該還有一些 比較畸形的存在吧 會啊 我們 我每天出門上班前 他一定會說 所以你是會給他旋轉嗎 抱起來 對 然後我 沒有 我會先去抱狗 然後跟狗哥 我要去上班了 然後我再跟他 而且他每次抱我的時候 他都超失禮的 怎樣 他就是譬如說他要出門 就說我要出門囉 我就說那抱抱呢 他就會這樣 來 他就會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高度差很多 沒有 我就會 妳就會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 我真的很生氣 我說我哪有這麼矮 妳腳到底要跨多開 而且就是有高低差 不是抱起來更浪漫嗎 誰要平行的抱啊 身高差 然後他平行的抱以後 他就會跟我說 你就是這樣 你這高度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鬧你的 一個小浪漫嘛 對啊 然後讓你在那小生虾 他就覺得你很可愛 我覺得有點小生氣 對 你是不是很喜歡 他小生氣的樣子 對啊 而且我是覺得 我們到現在 都還是會互相鬧對方 就是洗澡的時候 也是會互相嚇的那種 因為我們家有兩間廁所 所以我們都會輪流洗 然後有的時候 就是他嚇我或我嚇他 我們會互相嚇 你就 譬如他在洗的時候 就覺得拿湯水 我要你去喝 那哪個嚇他啊 不是 我叫燙他 還有他 又不是你 不是 是他在抽熱水的時候 我會倒一杯冷水 托住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會很得意 或者是他也會偷偷地 因為我的那一間 是有那個浴簾的 然後他就會偷偷地 開門 然後就 假牙模型的 就是突然嚇我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還滿好玩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那麼嚴謹 像我們看的樣子 而且我知道他很怕蟑螂 我有一次就拿一個假蟑螂 我就放一口袋 我說 這裡有個東西這樣 然後他就嚇到 我覺得 對 看他那樣還滿有趣的 我們現在還滿會鬧的 可是那這樣看起來是 是很穩定的 他們是在我們面前 正在那邊打擾出去 對啊 我就是我啊 真的 對 這 因為有要進一步的打算嗎 你說結婚嗎 對啊 其實我現在 我們是慢慢往這個目標前進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還在存錢 還沒有存夠這樣子 你就要存到多少 他說他有個目標 我有個目標啦 多少 可能跟你老公一樣有錢 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有多少錢 怎麼可能 你就知道嗎 我不管你賺的啊 什麼 所以你的目標是 代多少可以透露嗎 幾位數 我覺得要 九位數 藝喔 怎麼那麼分呢 那加了 你好貪心喔 你根本就是不想娶他嘛 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子 你家是否認的 你希望穿到藝啦 對啊 沒有 因為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那麼高 因為 我們家有養三隻狗 養隻貓 對 五個動物 然後因為我覺得動物 牠們很需要 牠們奔跑的空間 然後我會想要買一間 比較大的房子 對 那台北沒有九位數 你買得到那麼大的房子嗎 可是你們現在不是也這樣子在住嗎 對 我們現在是租房子 對啊 我們現在租房子 對 但也是租那種 可能有大陽台 所以Apple你也很希望結婚嗎 我們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可是那個方向很遠很遠 九位 對 九位耶 你賺得到嗎 我覺得你們結婚的時候 我大概已經入土了 我妹妹也是姐弟戀 然後她現在跟那個 她有韓國人是不是很帥 呃 現在變胖了 沒有 我剛看到她的時候 真的就是又高 因為她那個韓國男朋友很高 然後又高就是那種 韓國歐巴的臉 但最近有點幸福肥 就沒那麼帥 但是他們也是姐弟戀 然後他們小七歲 七歲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也有教過小我七歲的 然後我一直以來 好像也都是教年紀比我小 小細緒很多耶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像我媽都會講說 唉唷 大姐 我們要叫大姐 唉唷 大姐 妳可不可以不要都找 那種年紀比妳小的 她就說我是不是 都故意找年紀小的 我說不是 因為我們也不會特別鎖定是誰 我們都是 妳可能認識了以後 聊天聊得來 後面才發現什麼 年紀居然比我小 還小七歲 對 還有小到七歲 那像我現在這個 就是小我三歲 但我覺得就是 就是年紀小的男生就是 比較真的熱情如火 對 然後很多 因為自己也會比較好 而且很好動 我說的是排隊啊 或是幫妳做很多事情 是 然後 妳都會比想歪吧 妳都會比想歪 然後是不是很愛 安排一些 外出的事情 對 是真的 因為像我老公 比我大八歲 我們現在就唯一能做的事 他就會說 一起去健身房 我就會說不要 他說 那晚上跟某位大哥吃飯 然後我就說 他是誰 他說 反正這是我朋友 我說 行程只有這兩種 不然就是他 因為健身完之後回來就說 寶貝妳還在床上 我說對啊 我在看韓劇 他說 那我們一起來當懶豬豬吧 然後我們就一起躺在那邊 懶豬豬嗎 懶豬豬 懶豬豬 好可愛喔 對啊 因為 不能想說 我們也 可愛一點 他就尋名為懶豬豬 懶豬豬 然後我們就可以當懶豬豬 當大概三四個小時 那妳久了不會覺得 妳很想要outdoor一下嗎 我超討厭outdoor的 因為像我自己 我也是很不喜歡戶外運動 但是像我現在的男友 他就是很喜歡游泳 然後跑步 健身 所以都變成 我都會跟著他一起去 然後就覺得 會被他們影響 而且他們就是 整個年輕起來 身材越來越好 對 他們就是很有活力 很會想一些有的沒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比較好玩 因為像我們常常也會在家 想鬧他一下 鬧對方 或者是有的時候 我洗澡洗一洗 他會突然衝進來 然後就在那邊看我 我就會突然洗一洗 要用洗髮精說 妳怎麼在那 就會嚇到 然後我就會 也趁他洗澡的時候 偷偷過去 就在那邊玻璃有霧嘛 我就這樣一直看到 他就會被嚇到 所以是同居囉 他想要把自己的狀態 這樣 我們兩個怎麼看 這一整個人的狀態 太可怕 妳說現在這個男朋友 小三歲的男朋友 現在這個 已經同居了 所以是要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是不是 我們本來就是想 以結婚為前提 對 對 所以就是 跟一對抱在洗澡的時候 妳這樣隔著那個 窗戶一直偷看著他 那也是一種情趣吧 對 但是妳知道 妳因為 因為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也有教過年紀比較大的 他就不會這樣 所以妳就一看他就這樣 他就不會跟你玩這種 生活中很無聊的 這種小遊戲 歌怎樣怎樣 歌怎樣怎樣 就是會有一種比較老成的 因為我洗澡 妳不要進來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年紀小的就是有這些 生活上的樂趣 但是有的時候在生活中 也會被人家氣個半死 哪一種 就是因為他年紀小 你就會覺得說 就是看一些電視 或聽一些歌曲會有代溝 像我前一陣子跟我 三歲還好吧 對 我就覺得三歲還好吧 他在那邊裝小 就是 像有一次我跟我妹 還有小優 我們就在吃飯 然後那間店 就正好在放小虎隊的歌 因為他就是放一些 很復古的歌 然後我跟小優還有我妹 我們三個就開始 接著唱這樣子 然後我男朋友居然給我說 這是什麼歌啊 他露出他沒聽過的那種表情 怎麼可能 不是說小虎隊的歌 才三歲而已 比你小三歲會聽過吧 一定會的 對啊 但是他就說他沒聽過啊 然後當下你就會很生氣 但我自己覺得跟弟弟交往 就是現在發現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哪裡 就是如果你教年紀 比較小的男生 就是他們都還在拚事業 所以就會比較忙 然後就 陪你的時間就很少 對 然後可能像 因為像我男朋友 他是一月生日 然後我是三月生日 所以他生日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好 那我就要好好幫他安排 一個旅行的行程 然後蛋糕 然後什麼小裝飾什麼 都會準備好 就是希望他生日有一個那個 驚喜 這樣子 飯店也訂好 行程也訂好這樣子 結果呢 都安排好 所以他只要人出現就好了 然後他當然生日 就過得很開心啊 然後緊接著 三月我的生日就到了 然後我也會期待說 他一定也會這樣子 幫我準備一件事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等 想說他應該二月 就會跟我講一下說 三月要去哪裡玩這樣 二月沒有 好 繼續等 三月了 怎麼還沒有跟我講說 快到了 怎麼辦 我只好自己問他說 那我生日有沒有要去哪裡玩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幾天 因為我生日 他可能要請兩三天的假 三天兩夜這樣子 所以他要請假 所以我生日前 他會非常的忙碌 因為病人都會擠在前面那段時間 等於他要把約好的枕往前挪 往後挪這樣子 我就說 那有要去哪裡玩嗎 他就講說 你想一下你想去哪玩啊 你排一排啊 蛤 然後我就 Surprise 我就 好 想不到吧 沒安排喔 對 我就好 那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也喜歡排行程 因為我會想要去一些 我自己喜歡去的 你就這樣安慰自己忙 對 我就好 我就自己排 那我要去哪邊哪邊 怎麼樣怎麼樣 也要在行程的當下 當天去了嘛 我想說 那他總會準備蛋糕吧 但我就看了一下 車上沒有東西 後車廂也沒有像 到了晚上以後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去蛋糕店 他說 為什麼要去蛋糕店 我說 那難不成我不準備蛋糕 你有準備蛋糕嗎 他說 他說 我沒有 又Surprise了啦 我就叫他到一間蛋糕店 我自己下車 去買個蛋糕 我的蛋糕回來 這是我生日蛋糕 妳說是這一次的嗎 這一次發生的嗎 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兩年 我覺得他應該 已經不愛你了 你沒有 我很抱歉 但這是真的 沒有 他其實真的是很忙 但是像他平常只要一有空 他都會帶我去吃什麼好吃的餐廳 或者是可能去海邊玩一下 或者去泡個湯什麼 還是會有這些行動啦 對 你不要講的我嚇死了 阿空妳覺得他最嚴重的遲到是哪一條 他就是歌王 他應該不是講了嗎 我沒有到歌王吧 還好 他不算歌王 但他只是遲到王 因為其實我本人 他也是小遲到王 你還敢說我 我是小遲到王 遲到跟沒有出現 是很完全兩根馬之事 對 你遲到你起碼還是有到 我們的局還是可以進行 但你沒有到的話是不行 然後小優也是超級遲到王 因為像我已經是遲到王囉 所以我去到一個局的時候 我通常可能是 可能是中間後面到的 但是小優永遠都還是可以比我更晚到 然後像我們最近 有一起去上那個中產頂級的課程 然後那個課程其實真的滿硬的 它是每個禮拜六 然後你要連續上七個禮拜 早上九點到 早上九點 然後就要開始切菜鯊魚 超累的 是誰 誰需要去餐 他 他 他就是他本人 黃小姐找我去的 因為我就想說我對做菜有興趣 可是妳對做菜有興趣嗎 我只是煮水餃 對 不是 這麼麻煩的課你怎麼會用 我問了他 我問了他 不是 因為他又是個 很愛湊熱鬧的人 沒有 我跟妳講 雙魚座就是有意氣 我們就聽到朋友想上 好了好了 那我跟妳去上好了 七小時耶 對 早上九點上到下午五點的課 誰要啊 對 然後我就 他一句話我就陪他上了 我沒有意氣 而且全程都要站著耶 對 都要站著 妳有沒有休息時間 只有中間吃飯的時候 是休息時間 妳可以坐下來 可以一邊坐在一邊喝酒嗎 不行 不行 他們是認真考執照 不是那種chill的 不是那種chill的 可是九點真的很早耶 九點太硬了啦 而且我跟妳講 我們光從停車場 走到教室要十分鐘 哪那麼快啊 真的很遠 真的很遠 我跟小豪都是為了走 那個停車場的路 而且現在這麼熱 對啊 妳是不是不開車了 我沒開車 對啊 不開車 都不懂了開車人的心 但是他計程車人 他不懂我們的 時間是禮拜六 所以我很清楚小優的習性 就是禮拜五 他絕對是會出去玩的 對 就是禮拜五一定會 一定賦罪嗎 賦罪是不是 對 然後我之前就有跟他講說 以後每個禮拜六 你要連續上七個禮拜 所以你那個禮拜五的時候 妳就不要給我玩得太晚了 他就說好好好 他知道 結果有一天晚上呢 就是隔天就是要上課了 我男朋友正好去夜店 然後他去完夜店 他就說 他說玩到兩點回來吧 我就說好 結果他兩點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在夜店碰到小優耶 我說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說 對啊 而且他喝得很ㄎㄧ 然後可能要上課 喝得很多 然後我男朋友還跟他講說 你明天不是要上廚藝課嗎 你不要遲到 你喝得那麼ㄎㄧ 不要明天起步來 他就說好 然後我男友跟我說 他離開的時候 小優還在喝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看他明天會不會 那個準時到 結果後面隔天呢 我們就在上課了 然後九點的時候 我好像也是九點十分到吧 然後他都沒有到喔 妳看那去還不遲到 妳自己也遲到啊 妳也過去到妳了啦 妳說到教室裡面嗎 對 到教室裡面 就是我簽到 我們還要簽到喔 就是進去簽完名 然後已經在位子上了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位子 老師都會先發好菜給妳 所以妳到的人 其實就是開始洗菜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老師就會開始尋唐 就看大家的菜洗得怎麼樣 以及人數到齊了沒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洗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已經差不多很晚了 差不多有 九點半了吧 然後小豪就會跟我講說 欸 小優還沒來耶 我們要不要傳個訊息 她會不會睡過頭 然後我就是跟小豪在聊天 我就跟小豪講說 她一定會很晚到 因為她昨天晚上在夜店 被我男朋友碰到 然後喝得很香 我覺得她如果有出現 就已經是很好的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用生命 爬到那個教室 我在停車場還吐欸 我真的太瘋了 我大吐嘴 妳幹嘛喝這麼多 妳為什麼要喝這麼多 就是妳這樣社會在走 還是行情要有嘛 所以還是有一些局推不掉 然後我那天真的是用生命 爬到教室的 然後我真的還在停車場 吐吐吐 我覺得妳願意出戲 對 我還願意去那邊鯊魚 我都是為了放鴿子 對 有這種道理 妳跟他道歉啊 蘇貝妳知道有多痛苦嗎 妳說我的錯嗎 我整個身體比都不威士忌 妳跟他道歉啊 真的啦 我不應該叫妳來上課 沒有 我承認我不該 可是呢 沒有 禮拜我去玩很正常 沒有 我七個禮拜只去喝一個禮拜 對啊 然後妳每個禮拜都喝吧 沒有 沒有 然後呢 我跟你講 這個小姐有多誇張 因為我們那個教室 其實是跟很多素人上 那就只有我們三個藝人 她呢 一講 全班都知道我去喝酒了 不是 我一講 因為我在講的時候 老師在旁邊嘛 然後老師就有聽到 就說 蛤 什麼小優去喝酒 我就說 對 傳遍了 傳遍 然後她一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在上課 全部都在看老師 已經在開始切菜什麼東西 她一進來 全部人看她那邊 對 然後老師就問她 想說 小優有宿醉嗎 對 你到底人已經夠不舒服 那邊 然後還要看鯊魚 然後她還在 那個魚腥味會被你吹吐 真的 然後老師還是說 怎麼樣 昨天好玩嗎 喝得多嗎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喝得久 要被全班同學學職 這是妳 那妳為什麼要遲到 妳打嘴巴 我跟小媽 為什麼要搶寫喝酒的人 我們只是為了生活 沒有 我跟你講 而且她這個年紀 星期晚不出去玩要幹嘛 不是 妳有本錢喝 妳隔天就不能遲到這麼快 她最後來的時候是快十點 差不多九點五十幾個 還好吧 才一小時 我真的好 我沒有 我沒有她下午才穴 妳們叫雙重標準 我剛剛遲到幾分鐘 妳們就說 我已經是家長耶 拜託 妳是家長 她只剩下是鯊魚 我也是鯊魚上課 妳們 妳們跟家長哪個重要 妳自己想想看 什麼 拐隔彎 妳看是不是 這樣遲到 妳在家拐個彎 什麼屁啊 妳在家拐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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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所以她將遲到五十分鐘 可接受 完全可接受 而且我真的宿醉 妳知道宿醉有多痛苦 宿醉已經原地想吐 還要看那邊切 小優 我覺得妳非常夠意識 妳看 S姐懂我 我為了妳放棄多少局啊 而且妳最後 竟然還考到證照 我考到證照了 我正在為妳鼓掌 還在生了 妳不但同時玩到了 妳也同時學到了 妳都還考到了 對 我非常驚訝 真的 朋友要珍惜 妳什麼 她這種 她而且她上課不只遲到 奇怪 老師都沒有 你懷疑什麼勁啊 對啊 有小朋友 我們就老師 妳有這個老師來罵她啊 老師第一堂課就有講說 她上課很準時 希望同學不要遲到 那是她家的事啊 妳今天都罵不遲了 我還是考過啦 而且她還是有復學費啊 對啊 我還是切到魚啦 對啊 妳在大聲一點 妳有完全撕掉... 我被你撕掉 成功撕掉了 對 她考到正中才是最重要的 很勵志 而且妳都沒喝到酒 她才有喝到酒耶 沒喝到... 算了 Apple 那個上課是她自己的 個人行為 所以妳們這一組是 我們結婚十三年 很熟了 一直已經很熟悉了 大夫感覺就是細心的男生 我覺得妳應該是同志吧 我其實我是可以 轉換很多的 失敗 心情 心情啦 因為你看她的首飾 還有她講話的語調 你就是個姐妹啊 其實沒有 我是為了要陪襯她 所以我必須要拉近 我們關係那種感覺 不然其實我在外面 是有比較兇一點的那種 沒有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是會抖動胸肌的那一種 就是很像 就是 我要跟同學練完 然後就是說看... 我還跟焦糖哥哥兩個人 在那邊禁止 你面前在那邊禁止這樣 就為什麼要逼自己 不做自己的走入婚姻 有啦 妳講到這我想到 她有一次來跟我講 有一次睡覺的時候 我非常害怕 到隔天都還在害怕 她說 我有時候在想說 妳就想說 她想要試著跟妳坦白是不是 沒有 我就說妳有喜歡 妳哪個兄弟或是什麼嗎 她說沒有 她只是有一個好奇 好奇 對 所以妳真的 也...是嗎 你是酸嗎 突然覺得跟整邊人 有點不太熟 跟女生牽手 妳會覺得很習慣 但是如果說妳跟男生 其實妳們兩個有一點配 等一下 其實有一點 她手好嫩喔 曬了 妳試驗看她 她最可惡 這個就兄弟 姐妹 對 因為有在健身 對 可以 所以妳喜歡那個 趙國翔醫師這一類型 她的國翔手很嫩 妳摸摸看 我跟她嗎 可以 妳可以摸看 我允許妳 她手 怎樣 她手好要女生的 妳需要尖叫 她手比我還嫩 真的假的 很嫩吧 因為我平常嫩 對啊 妳尖叫 她會不會太誇張 不是 快摸摸 不像男生的手 對面的一種 不像男生的手 可是她很冰 所以就起來 怎麼會這樣 妳都摸過男生的手 妳都摸過男生的手 不像摸耶 幹嘛握手 握手 握面位 握手 握面位 來 握手 握面位 怎麼那麼細 很嫩 好嫩 好嫩喔 新發現 沒有握手 很爽 會不會是因為用牙齒 要摸到臉或什麼 所以她特別保養期要洗手 所以她就要擦了很多人 對啊 戴手套 戴手套 感覺好變態 好像殺人的 是不是 所以大夫是有可能會喜歡 像國翔這樣嗎 對 你好好講話 沒有 我覺得有時候 去感覺不一樣的生活 是一個 另外一個人生的突破 那 國翔願意嗎 對 真的耶 真的耶 我跟你講 男生其實 我在考慮 要怎麼委婉的具體 沒有 男生其實都好像可以 太好笑了 我差點還跟妳那種 怎麼整個才沒有咧 對 會不會大夫想要我的撒嬌 怎麼 來試試看這樣子 我說大夫 什麼啊 大夫晚上特別願意 去吃飯什麼之類的 大夫 怎麼了 你上次不是說 帶我去吃那間 很難訂的餐廳嗎 很難吃的餐廳 很難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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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標進去 大夫不行了嗎 不行了 他沒有 他已經觸碰到 觸神 所以這樣就 很化學是不是 我覺得 親密的動作是要 你想約我喝酒了 不是 男生會 可是會這樣 巴地巴地 會了 對 然後 天下 怎樣 很正常吧 所以你久後 有沒有親過男生 玩的時候會 什麼 我怎麼不知道 玩的時候會 是 假的 就好玩 大家就好玩 親一下 阿宇 怎麼會 我不會學這樣好玩 你會這樣嗎 我不會 好玩吧 你看到有些男生會怕 你會覺得很好玩 聽你這樣講的話 你對人生就是充滿了很多 無限的可能性 對 所以你 我今天突然有另外一種 所以你應該是非常了解 你老婆的人 我非常了解 對 他看起來沒有在觀察 可是我覺得他好像都有在觀察 對 你可以被舉什麼實力是 比如說像 我可能 我曾經有過一次 我看抖音 刷那個抖音的時候覺得 有一些人他教化妝 我覺得滿不錯的 厲害 我就今天想說畫個不同的狀況 我就在化妝室裡面試了很久 試完之後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只是不同的感覺 結果他剛好要出門 他就拉著我的手說 寶寶我要出去 然後他就看著我 我就說你要去哪裡什麼什麼 那一天就故意這樣 你要去哪裡 然後他就說 怎麼這樣講 然後我其實在看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張到底是醜還是好看 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可是他突然就 你今天怎麼這麼醜 然後我就覺得 你觀察好入圍 我一點點的 可是他有講出來是哪 為什麼醜啊 不是一點點 你知道 他那個妝是一個很濃的妝 譬如說眼線是一條 它大概是三倍 寬的 對 三倍寬 然後鼻影什麼的 都三倍 成三 沒有三倍啦 就感覺上去 舞台劇的那種眼 對 鐵絲玉玲瓏那種感覺 沒有 我就試著想要化 歐美妝 對 歐美 沒辦法 就是有一點融入這樣 不適合他 所以你有明確講出 你的眼線太寬了 然後你的鼻影怎麼樣 你會講出來 還是會 我有跟他講了 我忘記他怎麼講 反正我只記得那一句就 你今天怎麼這麼醜 所以他一點點小便 你都發現得了 或者是我可能衣 褲子 比如說我都穿那種 黑色的褲子 然後突然間可能 他垮的方向不一樣 或什麼 他就會說 你今天穿不一樣的褲子 可是別人可能不會看到 就是他 你還記不記得 他這個上衣是什麼時候買的 這件喔 這件跟人家借的吧 是不是跟丈母娘借的 煩耶 沒有 不是 所以這件也不入你眼是不是 我覺得 比較不是我的風格 那你為什麼不跟他講的 叫他穿得比較年 有啊 其實我會跟他講 但是他穿不習慣啊 因為他以前是旅遊節目主持人 然後又是姊姊 所以說他的穿著打扮 不是走時尚那一圈 就是走安全牌 對 那我覺得 那你就走回你的中性類型就好了 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他的 對 穿著 穿著 你很好看耶 對啊 你今天外出門的時候穿我 這全部都是他的衣服啊 那我就覺得說 你以後就這樣 照著我這樣穿就好了 對不對 就很安全啊 而且也很有個性啊 對啊 這樣就好了啊 因為你這樣是一個 很無聊的女生耶 真的喔 兩家婦女的感覺 對 兩家婦女的感覺 就感覺好像 所以你老公給你的建議 你是不接納是不是 也沒有 就是他有時候 我會說 那你喜歡哪種女生的穿著 那他可能有一些太帥氣了 給我看 我就 這我駕馭得了嗎 就是我自己 沒有辦法習慣 不是說不行 就是還 那是不是想把你打扮成 一個男生的樣子 因為像他 像他會刺激 對 像他會刺激 他會刺激 會喜歡他很中性 會喜歡他很女性啊 我跟你講 只要是偏中性的女生 Gay都很喜歡 他就是想把你打扮成一個 好啊 反正今天我的標籤就被貼了 我永敢做自己 你也沒有要撕掉的意思啊 你說 不用啊 貼牢牢的 好 那接下來要進行第二組囉 大夫 準備好接受 大夫一直說 簡單到不行 真的 大夫感覺很強 因為其實今天兩組 就是代表說一組是一個 其實完全不會發現 另外一半 另外一組就是 完全小細節都會發現 因為我們花太多時間 讓你找了 你看大夫現在都沒時間了 第一題是 不論帶哪一種包包 一定會隨身攜帶的東西 一定會攜帶的 一定會的 好 我一眼望去 就看到了嗎 這一盤 絕對都是 好啦 鎖魚夾跟 鎖 對 鎖 還有嗎 還有 這一個 一定會帶耶 誰帶那個啊 我哪有出門都帶 這個還滿可愛的 只是厲害而已 你一直也入住了之後 還在交賣喔 真的嗎 好不好 基本上 就 就這兩樣 但是這一樣是 我知道也是它的 太極的戒指 但是他們一定出門會攜帶嗎 會啦 因為太極是我喜歡的一個標誌 所以 所以他每天都一定戴 他會戴 因為我喜歡所以他會戴 對啊 好啦 三樣 所以第一題答對了嗎 問題 接答案 這麼明顯的東西 我沒有那誰夾的 你看到誰夾了 不是 這個不是每個女生 都應該會有 有 戴夾是我的 就是 那你剛剛 你老公沒有把它選走啊 我剛剛沒有說那是你的啊 對啊 他知道是我的 只是題目不對啊 因為我想說我是第二個 已經刪去了很多 對啊 你還比較簡單耶 那我問你 他的鯊魚夾是什麼顏色的 他的鯊魚夾就 灰色 哇塞 那多久錢啦 你有心愛心 我最近是粉紅色的 你不是說你是Gay 你很那個了解女生嗎 我沒有說我是 他就敗 我是Gay 他是敗 都可以 你剛剛前面講得那麼厲害 結果根本就想找不出東西了 裡面還有我的東西耶 還有耶 是不是也是旅行那時候 出去玩買的 已經得到第二題了 第二題啦 那第二題 但他那個 我想知道他那鎖是鎖什麼 什麼啦 你不要亂選 剛剛鎖的是鎖 這個鎖它就 它的包包啊 為什麼要戴這個 它的包包會有時候會鎖起來 為什麼 你包包裡面有什麼 我有時候去健身房 不是都要鎖那個櫃子嗎 對啦 對 然後我不知道放哪 我就是把它掛在 我的包包的正外面 所以他現在已經在選旅遊的時候 一起買的東西是不是 旅遊堆 誰跟你一起去那 來來 你拿 你右手拿的那個 是怎麼國家的 Castle什麼的 我覺得捷克 誰跟你去捷克 我跟你講這一定在歐洲啦 歐洲 這一定是歐洲 誰啦 你們有一起去過歐洲嗎 沒有 你拿這個幹嘛 你是不是跟章魚去的 我那個 章魚在你的 製作單位叫我拿一個旅遊紀念品 然後就從冰箱隨便拔了一個 然後我說 可是我看不懂這是哪裡 什麼啊 帶了一個主委 都不知道是哪裡的哪裡 你不覺得這很像什麼 六叉村的一些 對 它的紀念品 拿一個旅遊記憶品好不好 有 紙皮的紀念品 可是你覺得以它的個性 會買這個東西嗎 我是很愛買這個 它很喜歡買這種 紙鐵 對 紙鐵 我們家冰箱上面全都是 它從國外買回來 對 但是沒有這個 對 那就不是它的 那就不是它 很像就好了吧 其實你現在這樣 很像就好了 好 來一個男的 好 來 桌上有三件衣服 請問哪一件是你老婆的 我跟你講這很好猜 真的假的 你懂什麼嗎 我只要把它打開來看尺寸 就知道了 如果很好猜還猜錯就 對啊 它起來都很尷尬 就很尷尬喔 沒關係 來囉 最後一個喔 我們是挑 你老婆不是挑你想穿的喔 好啦 三件都不是 為什麼 這不是她穿的尺寸 第一個 還有你像這種小可愛 她是要露什麼 可是第二件 你家哪會穿的啊 對啊 第二件除非睡覺的時候 有可能 這平常也可以穿 她這樣穿 她整個下半身會露出來 她會有 褲子 什麼 不是啊 誰 誰規定 只能睡一件嗎 不是啦 你人家怎麼那麼簡單啦 她睡覺不會穿這種東西啦 我們老夫老妻的 她是穿棉質的T恤那種是不是 就穿正衫那一種 就是會扣扣子那一種 睡衣 標準睡衣 太好了 答對了嗎 我那裡面還有 還有我的東西啊 還有衣服 還有妳的東西 對 妳要確定耶 我們一起去買的 我們一起去買的 就要一樣 等一下 算三件衣服都不是 都不是妳的 衣服都不是吧 衣服不是 骷髏頭啦 算了 骷髏頭 不是嗎 不是 妳比她 妳比她好香耶 很爛耶 妳在那裝什麼貼心啊妳 結果全部都拿錯嘛 沒有拿一通耶 沒有了啦 有 去日本買的啊 日本 日本這個 對 日本哪裡 那就名戶啊 就是沖沖沖 對 對嗎 這個是 所以是不是她買的是不是 對 這就是她買的 所以我應該算滿厲害的吧 沒有 妳今天是選錯耶 妳比國翔還爛 妳只選對一個東西耶 戒指 對啊 戒指 對啦 鎖連對啦 還有鎖頭 因為這個東西太容易混淆了 沒有 顏色完全不一樣啊 最後一題 基本款的 請問今天老婆身上哪一個東西 不是屬於她的 她身上哪一個東西啊 很少囉 有可能我是刻意帶來的耶 幹嘛這樣 我對妳期望很高 也大夫 來 這個太多顆鑽戒 不是妳的 拿掉 這個鑽石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不是我的 鑽石太多 還給人家 還給人家 真的 這個也不是妳的啦 這要怎麼猜 還給人家 其實這不是我的 我不知道怎麼猜 所以真的 這兩個不是妳的嗎 對 這兩個都不是 對啊 它不帶飾品的其實 沒有 真的 那這樣也太好猜了吧 對啊 偶爾帶一兩個 但是不常帶 對 所以妳也不會買鑽石 過多的飾品 就可能帶來這裡 然後再搭配 是有可能的 那大夫人都不會 買飾品送它 不會啊 有太極的才會買 他都買一些什麼 太極的 他都買 但是他買的東西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還滿貼心 雖然那不是什麼飾品或什麼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喜歡 就是打扮的人 所以但是他會發現 我手機長沒有電 所以他有一次 他就發現他帶這麼 他給我一個這麼小 行動電源 我都會忘記帶 他想說是不是太小 他就買一個這麼大顆的 行動電源 很有錢 很麻煩耶那個 然後他就說 我帶一個這樣可以提 露營可以用的那一種 妳那個是把車子發不動的時候 一個可以用 那很多方形容的 然後他就發現 我這樣我很喜歡 因為他有好多個孔 放下來之後我陪我說 可以接插一下嗎 可以接 就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又可以聊天 所以他發現我喜歡這類 實在的東西 對 實用的東西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 浪漫的存在了 還是很浪漫 每天都很浪漫啊 講一個浪漫的事 你們出門會互相親一下嗎 會 我們會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